但是我遇到變態佬 當時的情況就是我們去了一個廣場 我突然感覺到臀部好像被東西碰不住 是人體的體溫 好 說完一大堆BB用品之後 就想分享一下意大利的治安問題 我自己有沒有經歷小偷被偷虧的問題 我感恩整個意大利旅程真的沒有遇過失蝕的問題 好像沒有遇過疑似小偷的人 或者是我自己不察覺 一開始我們是極度小心的 甚至我覺得是意識過份重 我們會考慮B&B會不會被人爆隔這個問題 所以有些我們不能帶出去 會放在B&B的貴重物品 例如Notebook那些 我們就會想盡辦法收起來 但我們不會用它的隔膜 可能是戒心過份重 那些人來偷東西 第一時間一定會看隔膜 我自己就把Notebook放在床下底 超典型的收藏方法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對不對 我前半個旅程真的很乖 每天都有用那個貼身腰包 但是後來因為穿那些衣服比較貼身 或者是短身 或者我會穿綠腰褲 會硬著那個腰包 再到後期 因為可能真的沒有怎樣遇過這個小偷的問題 那戒心就放下了 那就直接整個腰包都已經沒用 被弄在B&B的東西就這樣亂擺 不過現在回想起 其實危機就是當你放下戒心的時候就出現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學我啦 我沒事 是因為我幸運 上網看真的有不少人分享過被人偷東西 很慘很慘的情況 那雖然真的很幸運沒有遇到小偷 或者被人搶東西的情況 但是我遇到變態佬 那當時的情況就是 我們去了一個廣場 可以是 撫嵌整個佛羅倫斯的 夕園和夜景很好的地方 那自然那裡有很多的遊客 我們去了的時候很興奮 那各自就找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我是自己單獨一個人的 那我就在人群之中 那左右前後都是很多人 大家都拿著相機很興奮的 在那裡拍照啊拍片啊 那我自己就是用手很簡單 打算拍一段很短的縮時拍攝 所以我的動作就耗著了 不可以動 又不可以看它後面 那我突然感覺到 那屁股好像被東西碰住了 是人體的體溫來的 那我當時就想 啊可能是因為太迫 那些人想勇前一點去拍照 或者拍片 那我就自己 輕輕地移動一點點 避開了 那周而復始就發生了三四次 那我就覺得很煩了 那再加上我覺得天色 我拍了整20分鐘 都好像沒什麼變化 那我就不拍了 然後我一起來一看 看它後面 我看到有一個超高的外國人 用它的正面貼到我超近 可想而知就是它的下身 貼住了我的下身 哇我的下身是很生氣啊 還有為什麼我這麼確定它是變態老呢 因為大家其實已經很興奮地拿著相機拍照拍片等等 那它是看著旁邊這樣 然後我看到它的眼睛是會這樣掃著我 啊啊啊 我一想起來也很想打它 但是那一刻又很怕會造成更差的狀況 那我只能夠露啤了它一會 發洩了我內心的憤怒之後 我又馬上跑回去找我朋友 那所以呢 我呢奉勸大家 女士們 男士們也是啦 就是人多的地方 盡量千萬不要落單 對 就是不要自己一個 這個是我自己非常衷心的建議 那接下來呢 我想說一下我去意大利那時候的天氣 還有我戴了什麼衣服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自己呢去意大利呢 就是六月頭至中 我們去之前呢 是下了整個星期雨 但是當我們一去的時候呢 就已經變得是非常之陽光好照的天氣 所以是超級幸運 因為呢如果下雨的話呢 其實溫度可以跌到去10度左右 我覺得下雨本身已經麻煩啦 如果天氣冷的話呢 你要帶的又會更多 那整個旅程真的很幸運 沒有下過雨 那呢溫度呢 介乎在十幾度至二十幾度之間 那日夜的溫差都會有少少的 日頭是可能有太陽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熱啊 下下天的感覺 那去到夜晚呢 其實會有少少涼 像秋天的感覺 那對於我來說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我是一個怕熱不怕冷的體質來的 那我戴了什麼衣服去意大利呢 我主要這次想走一個歐美風 Fail 平時我去旅行呢 我是很瘋的 我真的會想定哪一人穿什麼衣服 這樣就大足了過去 但是這次因為我不會參與 行程計劃裡面 我只是很輕輕地知道一下 會大概去什麼景點 可視不到到時候 應該穿什麼衣服會比較合適 所以我這次又挑戰自己 只是帶我喜歡的衣服和足夠的衣服過去 那去到才再決定 而這次的旅程一共有十天 我是大足了這麼多套衣服過去 甚至乎是有得一兩件 幸好這次是夏天 所以衣服都是輕微細和薄的 我連壓縮袋也沒有用 我只是預算半個行李就用來擺衣服和褲 第一類我戴的是小背心 深淺色各樣都有 我現在穿這件我也是在意大利上穿的 一來它很小件 你塞進行李箱好像沒有放東西進去 天氣熱的時候穿得清爽一點會不會那麼辛苦 下身我自己除了會戴平時穿的牛仔褲之外 我這次也很主打穿這些鬆身褲 或者這些小小度假風格都是鬆身褲 真的超舒服 如果你天氣很熱你還穿緊身褲 其實你很辛苦 要走很多路其實也不方便 我自己覺得這些正式的鬆身褲或者間條 其實是襯衣是一流八搭的 休閒風之餘我自己有帶一點這些 年身短裙 深色白色我也各大了一套 總之不同類型的衣服我也有帶一點 你就可以避免每天拍出來的照片 差不多感覺 只是背景轉了 外套方面其實我自己有帶一些薄外套 例如這些很薄的 或者這些都是很透氣的薄外套 真的最主要是用來襯衣 或者可以當它是防曬的 因為可以阻隔陽光 不要直接灑在皮膚上 我自己是一個去旅行不會洗衣的人 可能你會問 穿過衣服怎麼辦 穿完要放這麼多天才拿回香港洗 對 我自己其實是一個不是很多汗體質的人 除非真的很臭很臭 我就會用手輕輕洗一洗浪乾它 不然我自己有一個避忌是會帶衣物清新劑過去 如果是一些純粹有一點味的衣服 我就會噴兩下 然後就會浪出來 用風吹走一下耳味 你不會知道那裡的洗衣機有什麼用過 或者洗過什麼 接受程度因人而異 有些人真的會很勤力 每天洗衣服都不定 不過我自己就不會 因為你每天出去已經很累 回到來已經很晚 你還要洗衣服都不定 其實真的很煩 浪衣服收衣服 這個我真的很不喜歡 講一下唱錢方面的問題 其實歐羅的對率很穩定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要唱很多 只有幾十萬這樣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的 我自己在香港唱頂的 提醒大家 無論什麼國家的錢也好 一定要查清楚 我自己的習慣性太新太殘舊 不會要 然後上面查清楚有沒有有筆寫過的痕跡 那些我都不會要的 尤其是唱歐羅 你一張一百元就等於香港一千元 如果我到時一張一百元去到當地用不到 我就少了一千元用 所以我查得非常小心 好 接下來我想說一下我自己住宿方面的經驗 那住的地方其實不用外乎是 酒店啦 客房子啦 或者是 Airbnb啦 其實很 depend on 你整個旅行的人數啦 或者你住那個地區啦 我們全程都是住Airbnb 每個市場住一間 總共四間 超級低超級化算 整個旅行每晚除開平均 三百元港幣有找 所以超級低 還有我想說的一樣就是 意大利會有一個叫做 它已經包在價錢裡面都不定 所以這個要問清楚 屋主 還有呢 要看清楚它的細質 因為我們有一間 我們沒有看清楚它要額外收清潔費 我想就算不是 還有訂購Airbnb 訂購其他的主宿 其實都應該要看清楚所有的細質 避免有額外的其他支出 好 那到最後部分啦 那就是講一下我第一次去歐洲之後 有什麼感受和發現 到自己有很多新發現的 首先就是平時自己旅行的風格就是 玩和吃一定是我自己的第一項目 歐遊是會看景點 看建築物 博物館為主 去完之後發現 原來這種風格自己也很可疑 還有呢 這次很破例格身地 我是同一班不認識的人去 對於我來說 去一個旅行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不是地點 不是去多久 不是要花多少錢 而是你的女伴是哪一個 能不能夠享受到整個旅程 我覺得女伴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坦白說 這次我和不認識的人去 一定是會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可能就是因為大家 只是初初互相認識 更加會願意去遷就和包容對方 因為有好有不好 對於我自己可以突破到這件事 其實是非常非常驚訝 還有另一樣新的嘗試就是 因為我沒有怎樣參與過行程上的計劃 因為以往其實自己在旅行方面 會做很多計劃功夫 搜尋很多資料 可能是安全感的問題 還有我自己很掌握到整個旅程是怎樣 那我就可以爭分奪秒 不會浪費 但是呢 今次我自己這樣的新嘗試之後 我發現其實都頗舒服 即是不是FREE WIDER所以舒服 而是我自己 不是把所有東西定到好死 然後步一步 按過程度去進行 而是可以很Flexible 這個景點今天不行 那就安排另一個 在這種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有很多新發炎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頗特別頗開心的體驗 那我今次去完二大戲之後 其實對歐遊的感覺 真的有很大的轉變 我自己最初對歐遊有一個很膚淺的看法 就是去歐遊一定要花很多錢 因為物價又高 生活指數又高 那我寧願用那筆錢 我去兩至三次 台灣、韓國 更好 但是呢 今次去完之後 我整個旅程 機票、住宿、食玩買 加起來整個預算 是比我預期中 是低的 這個是我非常非常驚訝 那可能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no brand的人 所以至少自己不會在 奧利亞品牌上面去燒錢 只是解決這個 食、住、交通、景點 一些費用和手信之外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錢需要用到 另外就是 經常聽人說 去歐洲吃東西會不習慣 避免不到會吃麵包這個問題 歐洲的麵包通常是偏硬的 那通常有人會說 吃到是回到香港短期內 都不會再吃麵包之類的 所以整個旅程 其實真的吃了很多次麵包 還有三文治 但是我自己 很喜歡吃 可能自己本身真的超級超級喜歡吃麵包 還有我覺得歐洲的麵包 也不算很硬 看看你怎樣選擇 而且我覺得它的餡料 真的很多款式 很多不同的配搭 我覺得是好吃的 還有就是 治安的問題 真的比我想像中是安全很多 可能真的去之前 被太多人洗腦 說小心啊 被人偷東西那些 但是真的很驚訝 治安問題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就是 不是很習慣 我沒有便利店 因為我是一個 宵夜抗摩 晚上都會很想去便利店 買一些杯麵之類的 宵夜去吃 才開心 這個是旅行的精髓 你明白嗎 去韓國 台灣 泰國 你吃宵夜 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有夜市又便利店 但是在歐洲 真的不會有宵夜可以吃到 還有這次歐遊 有一件事很開心 很享受的 就是可以一群人在 Airbnb裡煮食 你去東南亞那些 當然是 買盡 買盡 吃盡 但是你在歐洲 你才會有一種 享受這種生活節奏的感覺 不知道你跟我一樣 最後最後一對歐遊的感覺 就是 一定要帶 會拍照的朋友 因為歐洲的風景真的很美 就算是普通一條街 你也覺得很美 你要帶一個會拍照 兼很願意花時間幫你拍照的朋友 不然你就記錄不到 你這個珍貴的歐遊經歷 整體來說 挺享受歐遊的 雖然未至於去到 愛上韓國那種 每年要回去一次的程度 但是我是會再去的 好 以上就是 我根據自己個人經驗去分享 希望幫到對歐遊有興趣的你們 如果還有什麼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力去答一下大家 如果你接下來都會去意大利 剛好跟我一樣都會去 威尼斯 維蘭 法輪斯 羅馬的話 可以密切留意我接下來的VLOG 不過真的會很慢很慢地出 因為我還有很多韓國和泰國的VLOG都還未出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已經預計到這條影片是超級長 但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讚 告訴我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可以快點訂閱 按下旁邊的鐘仔 有新影片就會收到通知 還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好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